我当时很生气 我冲上去就把那个男的打了一顿 不是 我关键的是我关心 你把他打了一顿之后 那个男的什么反应 他是跟你对峙的说 我就是爱他 我就是喜欢他 还是跟你解释我们俩真的没什么 他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那男的可能也喝多了 你打完了之后你就走了 他们俩还在一块 我打完以后我就带着他走了 我就把他拉走了 说实在的你是不太在乎他的容貌的是吗 自从我认识他开始 我就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而且他有自己的梦想 他一直都在为着他自己的梦想 去努力 去奋斗 我当时在难过的时候 他也会过来安慰我 我就感觉他就是我要寻 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女孩 那整完之后 刚刚出来拆掉纱布 面对镜子的时候 你内心看到他新的样子 是有陌生感 喜悦感 还是别的感觉 我当时的确也会开心 也会感觉很陌生 因为他整容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怎么变了 自从整容以后 他就慢慢的开始忙起来 这个我也能理解 但是你用不着每天都喝得那么醉吧 而且有时候还夜不归宿 都证明自己 我没有夜不归宿 我知道你证明 但是你没有必要 我只是回来比较晚 你没有必要这样去盲目伤害自己吧 喝那么多 晚上回来又那么吐 不然你今天来是感觉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他做清楚 我希望他不要再纠缠我 我们分手吧 他真的只是我的客户 你客户你就可以这样抱在一起 客户就可以这样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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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的 那客户今天来了 在这儿现场 我们来看看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客户是因为他可能不相信我 我就让他过来了 我就不相信你 你知道我怎么相信你 那我们看看吧 我们聊一下吧 好吧 我们共同面对吧 行吧 来把这儿现场打开 来 回头 你好 刘奇 那天 我当我想亲他的时候 你就一跑上来 把我给打了 你知道他是我女朋友 你还亲他 你按他什么心呢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你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主要想跟小倩说一声 对不起 跟他道个歉 小倩对不起 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祝你们两个幸福 我告诉你 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和你都要记住 以后如果碰上类似于自己的爱人 出现了模模糊糊的事的时候 不要对别人动俗 首先问清楚自己的爱人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才是主要的结构核心之一 知道吗 接下来我还问你 你是真分手吗 你怪他了吗 咱不说气话啊 到了这舞台上不斗气 慎重考虑 你还爱他吗 这样 我把舞台交给你们俩 小倩 你有什么事跟小刘好好说 我把舞台交给你